熱騰騰的糖漿在大鍋裡不斷翻炒攪拌 底下爐灶裡是一根根的木材 這是古法熬製手工柴燒黑糖的做法 出自兩代的黑糖匠人 張喜斌和張躍騰之手 如今他們的故事 被記錄在文化總會匠人魂的影片中 讓我跟家人的關係 變得一個很密切的扭帶 我們在工作中互相磨合 互相體諒 然後互相學習成長 第二代的張躍騰因為心疼父母勞累 25歲那年回到台南南化區的觀山裡 繼承製糖 從種甘蔗 手工製糖到品牌經營推廣 製糖對張躍騰來說 不只是匠人工藝 還是文化傳承 做的是古法柴燒黑糖 我們用的是傳統漢人的製作方式 所以對我來講 它更深層的層次是 它是一個文化的傳承這樣子 台灣曾是製糖王國 台南更是知名唐都 但在製糖全由官方壟斷的過去 手工私製黑糖 不僅反映著時代背景 庶民文化 手工熬煮的黑糖 還甜蜜著許多老一輩人的回憶 小時候我也看到山上都自己做甘蔗 自己買 種甘蔗自己來做糖 糖漿 糖整桶的 非常好吃啦 原汁原味在深山裡面 都一大堆隨便吃 觀山裡的風土滋潤了兩代製糖師 而一塊柴燒黑糖也凝結了一段歷史 一股台灣在地的文化 民視新聞中播林俊敏 台南市報導